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 又要包这么多的猕猴桃 在前一个星期 我每天包猕猴桃 直升更半夜 导致了我腰酸被痛 眼花缭乱 我就说今年再也不包猕猴桃了 结果休息了两天 今天再累一天吧 刚好借今天的机会 讲一下猕猴桃的选择方法 这个要挑出来 其实这个果子都已经是 初选过一次的了 像这种生病的 我们要把它挑出来 看这个果子也是 看这个果子就是摘的时候 不小心刮伤了 像这种果子是会挑出来 当不良品卖掉的 这个果子就是有一点生病 这些都会挑出来 红星猕猴桃在猕猴桃当中 属于小果心 它的果子没有绿心和黄心的果子大 所以我们在挑选红星猕猴桃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追求它的各大 红星猕猴桃当果 种80到110克 已经是属于大果系列的 当然极少数的 能长到110克到130克之间 如果超过了130克 这个果子是不正常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猕猴桃 就是100克左右 表面比较光滑 无滑伤 无其他黑点 如果你买到的红星猕猴桃 都比较光滑 没有滑伤 也无并点 恭喜你 真的买到了很好的红星猕猴桃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红星猕猴桃 普遍的都有一点轻微的滑伤 这是因为在猕猴桃套袋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工人 所以有的工人就手法不好 导致了表面的一些滑伤 那如果你选购的红星猕猴桃 大部分的表面滑伤 而且滑伤的很严重 这个猕猴桃基本上都是 果园选出来的不良品 红星猕猴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可以评判它的好怪 就是不允许有空心 它花房的位置是有一点空心的 这个是正常的 当然在它生长发育区 缺水缺钙也有可能导致 红星猕猴桃的空心 但是如果不空心的猕猴桃 确定确定会是好品质的猕猴桃 所以我们在挑选红星猕猴桃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追求它的各大 如果你们一味追求的各大 然后种植户就会迎合你们消费者的心理 来把猕猴桃做得很大 这样就有可能导致种出不健康的猕猴桃 昨天晚上把箱子整理好 今天早上一早起来 开始包猕猴桃 现在是下午的2点40多分 70多件货包好 好了 今天今年的猕猴桃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明年见了 拜拜 猕猴桃明年见